赵冠丽 其实我站在这里 我也知道在舞台上的他们有多么的紧张 我们给一点掌声尖叫声 不管怎么样都好 今天晚上他们的表现真的很棒 有那么多人支持你们 我相信那已经足够了 那下来在还没为你公布成绩之前 我们要逐一的来点评 我们今天晚上三位参赛者的表现 F1 陈彦华 指导老师是黄玉仁老师 喜欢轻摇滚曲风的女生 评判认为她在演唱指定曲时 音准控制得不够稳健 而在唱自选歌曲时 诠释得太过小心 表现欠缺视觉理想 F2 Abigail 姚慧珊 指导老师是叶佩芬老师 她是参赛者中年纪最轻的一位 评判认为你在唱指定歌曲时 表现中规中矩 但感情的诠释不足 而在自选曲方面 整体表现不错 但低音部分处理得不够好 F3 陈彦华 姚慧珊 指导老师是叶佩芬老师 拥有丰富的歌唱比赛经验 那评判认为在唱指定歌曲时 歌曲的旋律呈现得不够完美 而自选曲方面 副歌部分处理得欠缺稳健 表现有待加强 那当然这个时候 舞台上的这三位女参赛者 到底谁能够进入我们的总决赛呢 我们马上要为你公布的 就是第一位进入我们总决赛的 到底谁的照片会出现呢 你们猜是谁呢 绝对超级大人 有你就有他 第一位能够进入我们总决赛的 他是谁呢 是不是你支持的那一位呢 第一位能够进入总决赛的 那就是恭喜阿弥陀